中兴分局日前在迎南社区活动中心 办理安居专案治安座谈会 参与民众相当热烈 谢席召分局长表达了将持续扫毒的决心 希望将毒品赶出社区 安居弃毒的专案 它的目的就是要将毒品赶出我们的社区 建立这个警民连线的机制 那反毒的工作是要全民一起来的 那这是一场全民的一个战争 那需要借助这个民间的力量 来才能够肃清毒害 那我们分局呢 除了会持续的积极的查气毒品 向上溯源之外 也希望能够建立这个反毒的通报网 中兴分局走入社区宣导反毒以及反诈骗 县议员赖燕雪表达肯定 可以藉由座谈达到警民共同维护治安的目的 安居专案里面有三个要素 最重要就是查气我们的毒品 以及诈骗还有窃盗 那这当中最让我们家长头痛 像头疼就是我们的毒品 渗入我们的家庭校园 也危害我们的青少年朋友 让我们真的非常难以接受 也造成治安的一个败坏 所以警察局在最近这几天呢 都不断的在宣导 那么今天是在我们迎南社区 我看到很多的社区 还有村里民都共同来参与 希望说透过这一场安居专案 建立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未来能够自己落实 然后从自己本身做起 让我们每一个都扮演我们自然小建兵 未来能够让我们的社区能够更安定 我们的社会能够更祥和 参与座谈民众十分踊跃 迎南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蔡玉民 也肯定这场座谈会 对地方是一项扶植 今天我们军警察局来 来跟这里的警察当人 来办理这种工作 对地方 用来说是一种扶植 营兰里出色的人所 也有非常多 还有守护城市队 也有自水防灾 还有社区的志工 还有我们洋南社区的林顶 都共同来参与 县议员曾正言则举了 自己接受民众陈勤的 毒品及诈骗案例 希望大家发挥 远亲不如近邻的精神 互相协助维护治安 我们这个目标 社会问题最怕就是 这个责道的问题 有些是在学生国中的责道 这也真的严重 还有其他提示案件 就是我们这个诈骗 诈骗很多 很多乡亲 太好评 无台无纸 都会60万块 我这两天就 对了一个案件 我们希望说 我们平常生活 我们周遭 大家给上 我们说完全不如近邻 大家给上关照 还有这个地球船 大家和乐融融 治安座谈会 利用精彩的短片 做详细的解说 宣导民众认识读品 及防范歹徒 诈骗手法 期望让民众有深入的了解 进而共同维护社区治安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导 ğ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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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ável 阳 做词 融 阳